今年包辦澳網青少年 單雙打冠軍的梁恩碩 聯手世大運女單銀牌李亞萱 今天在海獸杯爆冷擊敗了 雙打的頭號種子 兩個人是挺過了開賽的亂流 火力全開 只花63分鐘就直落二晉級 這也是海獸女網近兩年以來 台灣女將的第一勝 這是一場有趣的比賽 老闆 首個發球局第三球 就直接K到自己的隊友 台灣小鋼炮梁恩碩 跟世大運女單銀牌李亞萱 生涯首次搭檔雙打 在前兩人連練習都沒直接上場 但哪怕首個發球局就被破 兩位小姑娘出身之毒不畏虎 後頭越打越帶勁 面對雙打頭號種子 首盤第八局李亞萱梁恩碩 半平戰局 關鍵十二局更是直接破掉對手 然後收下一盤 一整個大野逆軟秀 打的單打世界排名 曾高居五十六的日比野賽序 越打心越慌 最後從來沒搭配過的台灣妹子 只花了63分鐘 六比六比二 淘汰掉本屆海獸杯的雙打頭號種子 算蠻意外的吧 因為比賽前想覺得贏的機會可能沒有那麼大 然後比賽下去其實第二盤 比數算比較拉得比較開 所以算比較意外 你一開始就嚇到嗎 有 嚇到 因為我們比賽前在講 他就跟我講說 夾害者 他就跟我說你打哪裡都可以 就不要打到我 我第一局上去就打到他 沒壓力反倒大爆冷門 這場也是台北海獸女網賽 兩年來台灣選手首場的會內賽勝利 週三兩人說的單打即將登場 他自己也強調要專注打出好球 回饋熱情的台灣球迷